埔里镇艾春桥自今年风灾毁损之后 为了方便邻近几个里的居民出入 埔里镇公所在艾春桥旁新建变道 但由于艾春桥修复依据明年里才会完成 因此当地的居民也担心 变道在明年雨季来临时也会遭受冲毁 让他们无道路通行 这条艾春楼的变道 就是为了我们爱兰里 汽山里 南川里 这些农民的交通的主要道路 叫大水穹雪 叫大水穹雪 当地的造成很多不便 现在已经我们保里镇公所 已经有发布做这条变道 做了就是有点不舒适 今天我们请府议长来给我们关心 就是说我们加一个做保抗的所在 请府议长来给我们关心 这些决定后就是说 有没有给我们做一些更好的 切试和安全的问题 针对变道的问题 副议长派一拳在居民参情之后 也邀请县府 公所等相关单位前往现场会刊 除了希望能够把变道建设得更完善之外 也希望县府在明年雨季来临时 能够有经费修复变道 方便居民出入 今天要由管政府和我们的公所 和我们的替山和南川的里长 来看我们要专举 逢台到这次也相当一段时间了 这些决定由我们的管政府来释助 由我们的公所来发布 大家这三个里面都很关心 常常可以来通车 今天邀请到我们的管政府 公所和这些里长来这里会刊 公所也有让我们一个 非常明确可以通车的日期 在12月中旬 一定可以让我们的变道 可以顺利来通车 经过现场会刊之后 公所表示会设置相关安全设施 而先府公务处也表示 会负责变道修缮 对此爱兰里长陈文傅 也感谢副委长能够关心地方 让居民能够安心 在边球的部分 在我们文部议长在感觉 做了在大水旗的时候 有可能会去冲业的可能性 会贯来管府 跟我们的技术来讨论 这些东西两天 万亿丁玮丁玮丁 也不好进前边球也来冲丁玮 有什么方案 可以来处理 经过我们管府这边 在我们要做爱兰里长的部分 里面有些款方案 会来印电 在这里可以把我们这个 电球的部分 会修复 在建制部国 我们了解到这些事 也会跟他们面 搞得清楚 可以安心之一 爱兰桥重建工程 虽然已经完成设计 也要开始进行发包的工作 但距离重建完成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而这段期间 居民出入 还是必须靠便道才能通行 副委长班权也希望 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便道的安全问题 让出入的居民能够行得安心 记者 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导